現時口罩款式有不同顏色和圖案 口罩站全套亦有很多選擇 有平放式、接合式或用膠盒 不過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用新的塑膠製成 最近有本地設計團隊 設計Upcycle環保口罩套 用回收全新的長紫樣板製成 究竟好不好用又有什麼賣點呢? 疫情開始了 其實很多攤廳本身都有一些需要額外資源 去買其他紙張或紙袋 去幫客人暫存他們的口罩 但同時我們作為設計這行 有什麼可以幫助到這個情況呢? 同時可以做到環保這個效果呢? 其實我們公司或設計公司 有很多長紙版補多餘出來 或者每季都會變成垃圾 所以我們將長紙轉成產品設計 將用摺的效果做了一個Pocket 給口罩去暫存 這個Pocket的中途 其實因為長紙本身對外的時候 是有一定的防水性的 但去到它的底部 其實它的膠水或者紙張 其實都不是太防水 所以在我們做這個刀帽的時候 其實要考慮到這個長紙的Pocket 它是需要雙面的 另外我們就有一個開扣的功能 其實除了它可以固定一個口罩 它可以一個很安全的效果之外 其實我們開的時候 這個雙面的設計 令到我們的手指 是不會碰到髒面的口罩的位置 我們今次的Wonderful 就是跟兩個不同的團體合作 一個就是銅像清澈連中心 他們就幫我們由一張很大張的長紙 剪裁成一個Wonderful的帽 之後我們就邀請了明愛的開桌吃飯的街坊 幫我們再接一個Wonderful 所以Wonderful接一接這個項目 就是連同兩個不同的單位合作 連接好社區 而在我們的網店裡 買到我們的Wonderful 我們都會用每一個都是獨立包裝 每一個都會在一個可降解的包裝袋 裝起來 因為我們整件事都是以環保出發 我們的長紙是用長紙的樣本去做 而我們的包裝都不想用過多的包裝 所以我們選用了Invisible Bed 它裡面的可載、可溶解的包裝袋